這段影片要講講香港電視史上其中一位 絕對算是傳奇人物 阿氏永恆 結束了這句話的 王晶 阿氏永恆就一堆精神砍出來 厲害啊 王晶 你要不要講講他 我跟他有點淵源 因為在王晶入主這個阿氏的時候 竟然有一段時間 劉定堅進去做過一個節目的總監 幫他做過一些打麻將的事情 搞過很短時間 兩個月左右 因為有個朋友介紹 他們要做一些這樣的節目 他們實際上沒有人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因為王晶是來自大陸的 入主了阿氏之後 總之覺得周圍都不太好 總之 不覺得那些人幫得上忙 於是他竟然 在 國內 找到一些 其實不熟悉的 電視台運作的 國內的人 來這個阿氏電視 那些人又肯去做 當然我也有理解過 跟他們談過一件事 有些是在廣州的 有些是在北京的 於是他們輾轉 也要為他們不熟悉 所以就要找人 幫忙 那他們就找了我 我那時候 剛好就要上國內 然後大家有個交換條件之下 就算了 就去幫他一會兒 所以我認識成品如 成品如 成品如是 我 都叫不笑的粉絲 成鬼是問我有關於 這個內容 成品如是挺有趣的 那麽OK 那麽講述黃禎 那麽當然啦 雅士裏面我都有一些朋友 裡面都很熟悉的高層 等等 所以 對討論黃禎這個人 或者是裏面的情況 我都是有些 有些多少的 資料的 那麽 我當時很早上班 我喜歡早點上班 那麽其實整個雅士 差不多都 如果不是有特別的新聞道 那麽什麼的朋友 那麽很少人的 整個餐廳都是 只有我一兩個 那麽很少人的 那麽 那麽當時因為早 那麽後來當然是OK 那麽亞洲電視當時 其實已經是 搖搖鴨得好緊要 那麽大家把我的寄望 放在 這個 黃禎先生那麽 那黃禎就是什麽呢 我們先說一下 資料 原名 成 成 成 中 哇 成接的成 這個 什麼 什麼 袁中 nou 什麼 早中 那些 他稱是 的 江蘇常州人 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国的企業家 當然是 厲害 他拿到 亞視的 控股權 那麽有一個經歷 首先 先說一下 他自己拿到主要控股權後就說 我要用二十年時間把亞洲電視打造成亞洲CNN 當時一說這句話出來就嚇死人了 後來就不會嚇死人了 原來那些大陸人喜歡吹得這麼誇張 很喜歡吹的,吹得很大 因為盛先生是其中一個愛吹的大陸人 大家好奇到現在就見得多了 因為很多國內的公司上來香港上市 說吹吹吹吹吹,大家吹吧 原來吹吹而已,沒所謂 因為香港的企業家不是這麼大膽亂吹的 只是看到黃慧基,或者是地產商 不會不敢的,是肉酸的 吹完之後又什麼都不是 大陸不是吹的,吹的,很喜歡吹的 首先要說這個 鄭先生,黃禎先生 他讀書很厲害,1980年以上海市總分 第二名成績,考入了華東師範大學 俄語系 俄語很厲害 然後拿了香港身份證 來香港發展 文說 在1992年的時候 他開發了公路 一塊九萬平方尺的地皮 賺了一千億計的錢 很老實,你說一千億計 我是百分之百誤信 國內的事情 但是當時 當然是有很多 幕後的法工 你知道吧,拘捕也拘捕不少人 是不是 如果有關係 又敢去博 那時候聽說黃禎是喜歡做一些小 很細微細眼的 房間 比較便宜的 他是賺了一筆錢的肯定 賺了一筆錢之後 後來就再發展 然後又再出發展 然後再出發吧 所以在2005年也投資過中國銀行 農業銀行 大家聽聽說 因為那段時間 整個中國 高速發展 高速發展 如果是有關係 要夠賺到錢 這個絕對是不奇的 百萬多元的錢 不要百萬噶刀 就是百萬多元的錢 黃禎肯定是有機會 但是他背後都要說,老實說,誰發工給你賺到錢的,你以為是代替了嗎? 當然是有很多後面的情況,所以黃禎口袋裡面實際上有多少錢呢? 沒有人知道,但是不會是大家宣揚得那麼誇張,但是他還會說得很厲害。 到了2010年初的時候,亞視大股東當時的茶茂星先生洩到差不多七七八八了,堅血了。 於是引入黃禎成為亞視大股東,慢慢就把他變成了,哎呀,亞視,你管呀,大哥,不要搞我了。 於是,亞視開始一個新的運作。 當然啦,因為黃禎本身應該還沒住夠七年,他不算是一個香港人,所以他不能管理這個亞洲電視。 就找了一個唐弟弟,即是剛才說,很喜歡杜劍少,那位聖品余先生,英俊,聖品余, 有時間無事,我們還有微信、溝通一下,久不久。 那麼,這位聖品余先生,年輕人,這麼帥氣,做日多言人,其實是他管的,最後當然被人揭發了。 我們在亞視見,哪是聖品余管呢?聖品余做公關而已,幫忙簽名,實際上就是黃禎管。 於是,被人揭發了一百萬,然後被人揭發了一百萬,很痛的,很肉痛。 那麼,就勒令這個聖品余要離職,諸如此類的處罰。 那麼,當然,黃禎有很多的情況,是令到大家很不開心。 那麼,當然,令到亞視倒閉,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麼,我們說回黃禎,因為我比較熟悉 裡面,幫忙、亞視的有一部分的高層, 那些高層都經常跟我談談他的事。 聖品余,不是,應該是黃禎, 他進入了這個亞視之後,其實遇到很嚴重的問題。 從某一個角度來講,我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 這一位的 亞視的投資者 他是很 天真 他說,哇,人家天真,人家這麼有錢,怎麼會天真啊? 因為國內 你的關係就橫行天下,有關係橫行天下,在香港 有關係會怎樣? 有關係,人家會給你一點面子 跟你見面子 我講一下一個很搞笑的 情況 當他擁有了亞視之後 其實他就發現了 最重要的那個收入就是廣告收入 那怎樣可以令到亞視可以有好好的廣告收入呢? 可以 我是來自 上面的 大家的大媽生 要給我面子,是不是 我應該很有權力,我這個新聞機構 兩個電視台是其中之一,很有力量,這個是他自己想的 於是 他就找人聯繫了 全香港所有的大媽沙 長實、新鴻基 一大堆 最重要的 地產公司 直接殺上去 踩上去 跟著跟每位老闆說 我就是黃晶 我現在擁有了亞視 你支持我 給你一年多少港共 多少億 你說 我來幫你做好 黃晶真的是這樣 約了一些大媽沙 四五個一定有 我告訴你 那麼 就不直接說哪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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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也沒有什麼原因 大媽沙的地產公司 他真的殺上去 殺上去 有部分是見他的 很老實 那麼 結果是怎樣呢 他帶了你高級職員去 於是 大家看到他 非常之有信心 一定會 我背後 是什麼 是什麼 是中央啊 喂 你們這些小地方政府 這個電視台 我已經擁有了 你們這幾個大媽沙 是不是都聽我說 來來來來 下廣告 跟著 做好亞視 令到全個香港 都喜歡亞視 又喜歡中央 是不是好 他完全是用這一種 心態 結果 我可以告訴你 全部四路 一毫子廣告都不下 只有一間 只有一間 一間 叫做華茂 華茂怎麼樣啊 華茂又反應 他說 就是這樣 我們 幫幫你 如果你有什麼 慈善 那些 會啊 又或者有時候 開一下記者之內會 我們不知 熟下什麼 酒店那裏 提供一些 食物 背包一下你 你明白的意思嗎 即是說你出Preddit 我們 在我們的酒店 給一些 食物理 那個支持 一毫子廣告都不下 給一些食物理 你明明 好像是慈善捐輸 那時候有過什麼 窮人 搞不定 沒有飯開 吃筆筆筆筆 我那時候聽過的 這麼像 黃晶 你要去排隊 拿粥嗎 也不錯啊 那個忘記了什麼歌 忘記了 那個很好先生 在大牌檔那裏 還是什麼 不提粥給老人家 黃晶 很繁茂 大步踩過去 他真的以為 香港的大媽沙 傻的 會給你面子 會給你錢 就放幾億 和你買廣告 他真的這樣想 他想著 我一來到 我來 黃晶 我代表中央 你不是全部跪下 每個給錢 五千萬元 少了 三五億 每年 廣告費 他真的這樣想 他隔壁的那些伙計 告訴我 他真的這樣想 結果 結果是怎樣 走出來 頭都倒了 真的 他發現原來這招 不行的 頭倒倒 沒話說 沒有聲音 為什麼 大哥 你上去之前 晃起頭 跟那些伙計 真的很 很棒的 想著我們這招 殺你 看看我黃晶 來到就殺了 你們這些傻子 聽我說 就說 這樣 結果 一毛錢都拿不到 拿不到之後 你就留意到了 拿不到之後 他就在2011年4月 第30屆香港電影 金獎 金獎頒獎頒獎後 就說 做假呀 TVB 和機構 一起出來 做什麼東西 收視調查 做假呀 瘋了 阿士輸了 十億計的錢 發神經 現在我們 阿士不是小綿羊 我們要站起來 站起來 我們要重新搞 收視 我找人做調查 你看 香港大學民意調查 隨便 找10個8個 人家來調查 然後 我們四六開 甚至乎 我們很快就會五五開 好了 阿士現在就和你四六開 OK 改 改什麼 捉了全部 所有廣告的人 就是 改那個阿士的 廣告價格 一改 升幾倍 哇 他真的想得很好 因為我升幾倍 那就賺大錢 那就OK了 把所有現在的客戶全部踢走 你要繼續賣的話 升幾倍 你說這個人是不是很天真 我首先告訴大家 當時其實阿士的廣告 做得非常之好 他們所有廣告都賣了 沒有剩下的 全貼了 為什麼 有一群廣告的 Sales Department那群人 他們呢 服侍了不同的客戶 你知香港的什麼 保證院也好 什麼藥也好 什麼東西 那時候有很多人不是來買藥 等等 其實他們都要找一個地方去 賣廣告的 阿士其實那時候 因為那些廣告 比較便宜 那些廣告 那些廣告是不錯的 但是 的確不可以讓他們 收支平衡 這個是真的 但是不是虧得很多 因為有廣告 可以撐得住 如果你加少少價 比如說15% 至30% 然後慢慢慢慢捱上去 兩三年 就有機會 收支平衡 當然你要做好一些節目 甚至乎賺錢 但是黃晶等不到 很明顯 黃晶是完全絕對等不到 他一定要很短時間賺錢 為什麼 無人知道 可能 在錢金上面有問題 他一定要在很短時間 就要賺大錢 那麼他就加幾倍價 加幾倍價 他又以為 所以我說黃晶是很天真 正常的人 不應該是這樣 他是 究竟後面有什麼 壓力逼著他 他又沒有跟別人說 我們不知道 但是 他一 逼了下來 我告訴你 兩件事發生 整個壓力逼就完結了 第一 廣告客戶走 因為你一加價 倍數計 大家還怎麼可以再 看你的燈光 高啊 對不對 那時候其實網絡不是那麼厲害 YouTube不是那麼厲害 亞視還可以撐下去 那當然沒有 TVB也死了 但是你一加那麼多 那些廣告客戶就走 本地機局的客人 坐在一起 你說那個收視造假 說再見啦 沒有人會相信你 傻子 然後 這一個 無線就去 那群客戶 那群 銷售 最慘 我對你說 唉 有些可能 就是帶到客人去其他地方啦 有些帶不到的 什麼都沒有了 經營了很長時間 很舒服 把廣告扔進去 這個亞視 那亞視又有錢收 他又有錢收 那就多好 是不是 你做好些節目 那我們不用煩了 我突然間你一夜升了 把所有這群銷售的 泛永達 那群銷售 跟客戶的關係 就破裂了 一破裂了 沒有了 所以亞視的收入 砰 一跌下來 一跌下來 黃禎當然是玩完了 後面的那些故事 你看到 為什麼後面 又沒有錢出糧 又搞到 那些人去控訴 這些路路 那就是這樣 因為你保不了 你原本 可能你每個月都在虧的 虧多少 但是你後來虧到 入獄出血 你就搞不定 他很肯定 需要很短時間 賺一大塊錢 去救 所以你說 不是他手上 賺了一千億計的錢 我不是很相信 我不是很相信 我們看過那些報導 在北京 他 投降落地 中央署的事情 都有說 但是當然 後來就有很多貪污 打貪的情況 就出現了 那麼容易玩嗎 那麼當然 黃禎 很多搞笑的 事件走出來 譬如說 有關於 吳傳 江澤民的死訊 我覺得 他是一個 不深思熟慮的人 總之 一切就刷下去了 不對啊 不對啊 那些事 叫你的新聞部 主管 梁家榮 以及副手 譚慧儀 辭職 那就當作解決了這件事 是啊 大家就不能夠說他 然後就說 他會不會發牌給我 他會不會發牌給我 他會在亞視外面跳一下 這個Gundam style 你知道 你香港人哪有見過一個 我們用一個短字的形容 一個短的 老闆 沒有的 還在電視台 他已經紅了所有的 亞視演員 是不是 那麼 那麼 亞視 終於面對 被人家踢出這個局 人家不給你牌照 政府做得出 政府做得出 你不要想著 我背後有什麼 你吹沒用的 是不是 只有你認識嗎 只有你有關係嗎 其他人都有關係 知道北京怎麼想 有指示下來的 原來你 空的 後面都沒有 實力在 被人理你 不要那麼搞笑 香港人 是很現實的 當然 2015年1月的時候 已經低調了一段時間的黃晶 又出頭條 為什麼 因為 有兩位 那時候星光大道出身的男生 就說 爆出來 甚至跟黃晶上床 黃晶上床 又說黃晶掃他的背脊 這些 嘻嘻 的 消息 令到黃晶又出了頭條 當然 被稱為嘻嘻王的黃晶 就算嘻嘻哈哈 避開傳媒 大家都在嘻嘻嘻嘻的 連登上都做了很多東西 說 亚洲電視給我感覺 因為我當時 都要翻了 一下 好像 已經看到這個 亞洲電視 不斷倒塌的情況 一群朋友會聊聊天 我覺得黃晶真的很過癮 這些來自國內的資金 他們其實是很浮的 他們根本沒有一個很理性的計劃 去把企業做好 大家都是希望利用亞洲電視這個名字 因為在國內的時候還有一些名字 還有一個電視台很威風的 國內的電視台全部都是國營的 所以他們會覺得 我拿到電視台很厲害 他們沒有想過很多事情 要注入一些錢 要買新的儀器 我們當時看到 應該搭台可能是三萬 可能是十三萬 厲害嗎? 收不到你的錢不要緊 那就變債了 變了債 就完全不會收不到 收部分 拿到自己的成本 然後就變了債 變了債 不只在一個台 就變了債 變了債 你也不介意等 為什麼呢? 你總有一陀佳的 一陀佳 你要賣本 一賣本的話 那些債 你就要承擔了 那我就追下一一個 明白嗎? 所以還有很多人願意 復活 那些清潔也好 你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最低的 例如很簡單 我成本應該是兩元 趕到二十二元 那你給我10% 10% 他會給我 就是 拖拖奶奶也要給一些 對不對? 好 正如那些 他追到就追 會計簿 有空去拖 最後就變成債 債不緊要 為什麼呢? 他相信你這個牌照 可以繼續下去 亞視這個名字 是有人要的 有人要就行了 現在的TVB 很多人都跟我說 不會結束的 什麼概念 又叫結束呢? 變回五百人 算不算結束呢? 變回一百人 算不算結束呢? 看你什麼概念 所以 當你不相信這件事 是會倒閉的時候 你就會進入一個圈套 就覺得 咦? 那件事 OK的 我還繼續跟他有生意來往 就行了 但是不倒閉 就不代表你拿到那塊錢 當時 人們會覺得 哇 他還欠了我 你買了牌照就可以了 你買了你要承擔那些債務 要不然廠房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是嗎? 是呀 那有幾次就成功了 這些大家做生意的 大家看法 但是我看到就很搞笑 你家裡不撿都不行 為什麼呢? 大家把價錢拉到這樣 浪到這樣 其實你根本是搞不定那條數 你必須要最後去賣盤 不是 那條數還原不了 你欠到周身一債的 周身債的 而那些東西是因為 但是你不給錢 大家把價錢拉高 這樣搞出來 你又不會理會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 那些 那些 賣錄影帶也沒有錢 賣租車 那些東西也沒有錢 因為你沒有錢 所以 從亞市的電視 這個情況 我可以告訴你 TVB 現在不能好很多 當然 它正常 運作很多 始終是香港人 但不是呀 現在背後都不是香港人 小心點 真的 我不看好TVB 是因為 這一間 是虧大本的公司 它快要有業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即是 在一間虧大本的公司裡面 沒有辦法 可以經營下去 說什麼? 那些錢 銷一下銷一下 就沒有了 對吧? 大家要很小心 看看這個 香港的電視業 如何降席 真是精彩 講完黃禎 下次有機會 講講黃維基 黃維基 曾經是我們同級的同學 你 下次有機會講 OK 點讚 訂閱 拜拜